这间五庙前的摊车 小小空间却有霸气豪迈的料理 看老板把一整支软壳蟹 放入油锅炸得金黄酥脆 起锅后不切开 直接叠在白饭 午餐肉 玉子烧等配料上面 超浮夸的爆量馅料 让包覆饭团的海苔也显得非常吃力 给人满满的视觉冲击 那我们就想说把软壳蟹整支包入在饭团里面 因为目前的话比较少人 把整支软壳蟹包在饭团里面 那搭配我们的泡菜 那因为油炸的东西搭上酸甜的东西 可以解腻 那如果不吃辣的话 也可以吃我们的南洋咖哩那一类的 而他们的浮夸饭团可不止软壳蟹 塞进整整三条炸虾的重量级招牌也是一绝 经过炙烧后的明太子散发诱人香气 与外酥内嫩的炸虾一起大口咬下 多种层次在舌头上浇织 最后像是海啸爆发一样淹没你的味蕾 那明太子炸虾的话 我们也是以白饭然后午餐肉蛋 然后再铺上我们日本进口的明太子 下去做炙烧 然后再放上一只炸的大虾这样 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就是会有满满的海味 然后又搭上炸虾其实还不错 对于冲绳饭团 老板解释这是用白米制作的一种 简单日式饭团 通常会加上午餐肉与煎蛋 而他们在这基础上加入变化 用饱满到快要炸裂的内馅成为吸引顾客的绝佳卖点 其他口味就是看要做什么口味就是再把它往上堆加 那我们把它融入比较台湾的特色味道 还有一些异国 比如说我们的泡菜或者是南洋的咖喱口味 这间卧饭团摊车有着惊人的豪华馅料 加上方便食用的特性 广受附近的上班族欢迎 成为这处五庙美食战场不容小看的神力军 记者邱玉婷 陈伯宏 高雄采访报道